女孩在某天夜晚失去意识后意外怀孕 随着腹中胎儿长大 越来越多的怪事发生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貂产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惊悚电影 恶魔玉茶妻 麦肯和艾莎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有情人 为了纪念婚后生活的点点滴滴 麦肯拿起了摄像机 在浪漫而温馨的婚礼过后 他们坐上飞机前往蜜月旅行 整个旅途快乐无忧 他们玩得很尽兴 并用摄像机全程记录着 这天夜晚 他们在狂欢后进入了一家当地的算命店铺 艾莎让灵媒帮着看了自己的手相 灵媒很厉害 一眼就看出了艾莎经历过的事情 她不仅知道艾莎是孤儿 还知道她在死亡中诞生 被说中的艾莎有些惊慌 因为她的父母是出车祸死去的 重伤的母亲进行了剖腹产后 将她生了出来 所以艾莎一生下来就成了孤儿 不想回忆这段过去的艾莎 从算命店铺跑了出去 现在他们只想回酒店休息 可出租车司机不停地诱惑两人 说自己知道一家很棒的酒吧 耐不住司机的软磨硬泡 跟着她来到了一家偏僻的地下酒吧 里面果然很热闹 两人不一会儿就合晕了 艾莎被一群神秘人带走 放进了一个圈圈里 进行了一种仪式 两人再次醒来 是在酒店 他们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回来了 但人和钱都没损失 也就没有在意 他们的蜜月假期结束了 两人回到家里 正式展开了婚后生活 几天后 艾莎告诉麦肯自己怀孕了 她一直有吃避孕药的习惯 不过还是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既然是上天的安排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 两人开始期待着 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他们来到诊所进行产检 麦肯兴奋地记录着每个瞬间 宝宝的情况很好 可艾莎却出现了异常 除了普通孕妇会有的变化外 她的后腰处出现了大量瘀青 每晚睡到半夜 会突然醒来用力地抓住麦肯 他们都以为这是怀孕 导致荷尔蒙变化产生的影响 但渐渐地 事情越发古怪 他们发现 总有陌生人站在家附近 呆呆地看着他们 艾莎的食量也在不停地增大 不停地吃已经无法满足她 她在这天逛超市的时候 饿到直接吃起了生肉 把周围的顾客都吓了一跳 艾莎的肚子大了不少 胎动的时候异常奇怪 时不时的阵痛也十分强烈 疼痛的时候能变得力大无穷 徒手将车子砸坏 艾莎感觉不对劲了 她再次来到诊所产检 可原来的女医生请假了 不得已换了一个代班的男医生 经过一番检查 男医生表示孩子很健康 艾莎出现的异常 可能是和家族遗传病有关 可艾莎是个孤儿 根本无法查询家族病史 医生提议做羊膜穿刺 但依旧查不出原因 医生只好叮嘱麦肯多加观察 两人在医院时 一群神秘人闯入他们的家 并在各处安装了摄像头 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心大的两人并没有发现 这天两人来到教堂 参加好友的婚礼 神父一靠近艾莎 便不停地咳嗽 婚礼举行的时候 神父更是突然喷雪倒地 麦肯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他回看神父倒地当天的录像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坐在一旁的黑人 和在度蜜月时 带他们去地下酒吧的出租车司机 是同一人 后面记录下来的仪式内容 更是把麦肯吓到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那晚两人经历了 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将录像中看到的奇怪符号 都画了下来 并带到医院询问神父 这些符号代表着什么 神父回答 这是一个反其毒的异教 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撒旦 现在艾莎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他们种下的恶魔 一旦恶魔诞生 就将有灾难发生 果然 艾莎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他不仅出去猎杀野兽 还能用一个眼神 将路人高高举起后摔下 麦肯也在这天晚上 将一直监视他们的神秘人 抓了个正着 神秘人拔腿就跑 麦肯追了上去 因为不放心还喊来妹妹看住艾莎 可艾莎已经被肚子里的恶魔控制 不停在房间里刻划圈 妹妹想要制止她 却被残忍杀害 麦肯一直跟着神秘人 来到一间空房屋 看到了监控自己家的大屏幕 她通过屏幕看到妹妹遇害 艾莎还画了一个 和那晚仪式一样的圆圈 她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赶紧报警 驱车赶回家 神秘人已经将屋子包围了 麦肯和他们搏斗后闯了进去 此时的艾莎已经失控 不停地把这家里的东西 墙上也满是血气 艾莎蹲在圆圈里怒吼着 将赶来的麦肯直接打飞 她点燃了一根火柴 放在自己的肚皮上 没有人可以阻止恶魔的诞生了 一声爆炸后 恶魔破肚而出 艾莎就这么死去了 麦肯背头欲绝时 神秘人冲了进来 将出生的孩子夺走后离开了 麦肯被之后赶来的警察 带到警局问话 可没有人相信他 因为诊所里的医生是假的 监控他们的屋子也是废弃房屋 里面空空如也 就连路相待也全都消失不见 麦肯白口莫辩 夫妻俩掉入了一个完美的陷阱 为异教淡下了恶魔 恶魔还在不断地增加 影片的最后 又有一对蜜月夫妇被盯上了 同样的套路和可怕 正在等着他们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不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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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